平常我們講的濕疹是二位性皮疗 簡單來說就是免疫的反應令皮膚反耀 這都是關乎我們內在的遺傳因素 加上外在的環境因素引致 當然除了免疫之外 也有很多其他不同的疾病 都可以引致類似的症狀 所以很多時候最重要就是診斷 其他包括滋熱性皮疗、接觸性皮疗 或者是一些感染 或者是皮膚的病變、淋巴的病變 都可以引致類似症狀 所以很多時候如果初步自己處理了 或者觀察了之後都沒有進展的話 最好就要找醫生幫你做一個診斷 常見的濕疹的症狀包括 會令皮膚敏感的時候會有些光草 所以會覺得沒有那麼滑 有些粗糙的 有些脫皮的情況 接著就會有些痕 還有你會看到有些紅紅種種 扭一下扭一下之後 可能會有些痛 或者有些分泌流出來 引致感染 這些都是濕疹常見的症狀 所以我們需要主要處理 都是針對剛才所說的 最重要就是避免敏感痕 如果你知道 比如天氣轉的 溫度、濕度 或者接觸到某些物件 衣物、質地等情況 盡量避免它 處理方法 因爲它會乾燥歸裂 最重要就是不斷塗保濕的藥膏 無論是水性的Cream 或者一些油性的埃紋 那些對於保濕來說 是很有幫助 而且亦都要不斷地塗著 要去到一些發炎的情況 包括紅痕痕痕 很多時候醫生都會處理一些雷固醇 或者去到一些有感染的情況 醫生很多時候都會塗 給一些抗生素藥膏去塗 最重要就是 如果用了一些藥膏 如果對症下藥膏 很多時候都會有進展 如果進展不理想 或者沒有那個後果 或者是惡化了 最重要是和你的醫生商量 當然也有些新的藥物 在一些環固的情況下 包括一些免疫劑劑 抑制免疫系統的藥物 或者一些生物劑劑 或者一些紫外線的治療 對於一些嚴重的患者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轉介入灰心 和你去跟進處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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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